在晚上11点以前最好就休息了 为什么老祖宗强调要睡子午觉 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寒两导七分饱 七分饱是指的吃饭不要吃的十分饱 七分饱就够了 两导是什么就是指的睡子午觉 那为什么一定强调要睡子午觉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 人的健康是基于阴阳平衡的 当你阴阳不平衡的时候 人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人劳作了一天一定会有阴阳的损失 那就需要进行补充 因此此时从晚上11点到1点的时候 实际上阴气最盛的时候 那中午从11点到1点 这是午时阳气最盛的时候 那在这两个时间段 休息意味着可以有阴阳的补充 除此之外 在此时是身体的脏气开始排毒的一个过程 因此休息好此时 实际上对身体的排毒非常有帮助 所以老祖宗就会说 在晚上11点以前最好就休息了 那睡午觉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 那我们今天劳作了一天了 我们可能心也会很疲劳了 因此这个时间可以补羊补心 所以老祖宗就会说 在午时小气一下为好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没有 就是这一天了 该宝宝这边也会有一天 咱俩下得一天 店里面 就会超过二天 那就是这个 我们再找到四天 就是这个 因此